我回到2022年1月3日 啤梨廣告雜誌 這是啤梨晚報的廣告雜誌 應該要轉換了 我們要轉換 Better Tomorrow 2022 我閉嘴都還不太大 無論如何 我們講過 多壞的時間 都是會有Better Tomorrow 我們起碼要相信 今天也有多話說 首先在節目開始之前 歡迎大家繼續 不是沒有開咪、沒有戴咪 繼續課金給我們 這是我們很大的精神鼓勵 新一年 在現在的寒蟬效應下 當然 好像我們有個網友 《我不好響的名字》 《十三妹》下個星期回來 我們有空多上來見面 是沒有問題的 不過《十三妹》的老公 也有監聽這個節目 我知道 大家就自己收拾吧 我們說了這麼久 但竟然沒有人是課金的 1月3日 可以收拾 但西班牙膠說 你不要罵十三妹 你真是很有趣 其實我在我的眼光之中 我不覺得我會罵任何人 但人們經常覺得被我罵 我真的不覺得的 我會想說 我已經接受到 我會想吃吧 我會想吃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